小强咱们家的猪油吃完了 你去买点猪油咱们熬点猪油吧 行 那我买多少呀 四五斤都可以 行 那我去看看 媳妇 回来了媳妇 买回来了 那我熬猪油吧 卖了不少啊 这买了不少啊 这有多少 六斤吧 多钱一斤 六块 那还可以哈 还挺新鲜的 行 那我开始把它熬一下 把这个猪油给它切一切 不用洗一洗 不洗啊 以后用热水洗 现在不行 大锅里加点水 咱们把猪油给它焯一下水 凉水下锅就行 把水给它煮热 不用煮开 到这里头吧 行 咱们焯这个猪油呢 不用给它完全煮开 像这样呢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个水 已经很浑浊了 水煮热了就可以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放到温水里面 咱们给它洗一下 这样处理过的猪油 会特别干净 凉水的水都可以 放入处理好的猪油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把这个水分给它煮出去 姐妹们咱们熬猪油 不放料酒 咱们加这个快锅器的白酒 不仅可以去腥增香 还还可以保鲜 这样做出来的猪油 一年都不会坏 二姐 你加那么多酒 吃猪油不会碎 会 都蒸滑了 防腐的加白酒是 开锅熬了没有几分钟 现在已经出油了 大家看一下 汤已经白了是吧 慢慢熬了 夹的 火烧的不错 是大款还是火福 火福 好嘞 大约煮了五六分钟 咱们加入咱们准备好的小料 去腥增香的 咱们加入葱 姜 八角 再加两片白纸 那这么多猪油 咱们是不是可以吃了 猪油 你吃了 可以吃了 做好的猪油 能做面食 搬馅儿 做汤面 炒菜 炒灌肠 这是熟油 做出来香 我就说炒灌肠 做出来的馒头 花卷 白白的 包子店里 他们都放猪油 猪油还能包包子 放点猪油 你和面的时候 下雪了 小强 下雪了 看 哎呀 润雪照封年 二三年的第一场雪 哎呀你好有文化呀 有文凭 大顺啊 拿这个药就行了 拿这个戏子 大顺啊 外面下雪了 你不要出去啦 听见没有 啊 回到你的洞洞里 你这萝卜行不行啊 冻了 冻了没 没有 现在还没冻 不要紧吧 你这不是叫吗 叫还能冻了 不要紧 盖圆就行了 咱们这叫行不行 没问题 应该上面盖个被子 要把你的被子盖上了 我把它盖上了 这个担担有点薄呀 这个担担有点薄呀 不是 不是 你把那个眼露出来了 一个呼吸的眼 那正是洗 headphones 大顺座要睡着了 要 要要要要 要要 怎么样 出油了没有 没问题 是啊 啊 这会不敢炸 我啊 小伙伴在往后炕油 好 好 准备一个大盆 咱们加一把黄豆去了 再加点盐 出油了 咱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咱们的油给它咬到这里面了 咱们把这个油给它咬到这个盆里 猪油咱们拿个过滤网 给它过滤一遍 这为啥盆里放黄豆呢 放黄豆和盐呢 就是说咱们不是猪油一下吃不完 要不有一股那个哈拉味 老油味 放这个呢保持的时间久 我说的嘛 对不会有老油味 咱们油都盛出来了 就剩点油渣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给它装在这个小盆里面 给吃点油渣 还挺 姐妹们咱们猪油这样就熬好了 这个呢是油渣 这个是油 来给个记性咱们看一下 熬了这么两大盆 六斤猪油熬了这么一盆 凉了之后呢它就变白了 这样一盆的油渣 这油渣可以做馅 包饺子做馅饼 放点酸菜味道绝对棒 姐妹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制作视频不易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 咱们下期见 拜拜喽